佛家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啊 什么叫一念天堂 什么叫一念地狱啊 今天失恋了 你觉得哇我太倒霉了 哇了了 就觉得就是这么天要塌了 你就在那种失恋的痛苦里面 纠结出不来 你此时此刻就在地狱 但是你能不能换个视角 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把我抛弃了 他妈总比结了婚以后 给我离婚墙吧 一个不让我的人离开了我 我应该庆祝才对养着他 说明还有更好的等着我呀 什么变了 看问题的角度 或者叫视角变了 然后他的那个思维 他的思想完全变了 刚才那一秒钟你在地狱 这一秒钟你换了个视角 你记住了天堂 记住我们活在一个阴阳和和的世界 换句话讲 硬币有两面 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差的 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任何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来帮助你的 你都可以把这件事 变成一个正能量的事 有一个小女孩特别喜欢画画 她母亲认为画画没出息 你画啥呀 你这妈将来也没有钱 你学工程吧 学工程师有钱 非要让她做工程师 她虽然成为一个工程师 但是她只能成为一个三流的工程师 每天上班像坐牢一样 因为她不喜欢这份工作 结果就还是这么干的呀 结果一不小心开车 出车祸了 腿背什么的下次弹万 请问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视角 就是悲伤的视角 看到这个事情坏的一面 她会怎么想 为什么这么倒霉 我下面这怎么办呀 我只能在那病床 这还不如死了算了 哥迈吧 或者就是在病床上 从此以后一蹶不振 只能成为一个废人 但是你知道 这个小女孩在想什么吗 这个小女孩想 哎呀 她们以前就想画画 她们父母非常不让我画 也没有时间画的 妈的 今天她们反正腿瘸了 没事干 就坐在床上画画吧 我操还等啥呢 结果一画不小心 她的画越画越好 以前当工程师 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千块 五千块 现在卖幅画 都能卖两万块 五万块 十万块 花了十年 她变成了遗留的画家 视角一改变 你送间从地狱进入填堂 欣言 听话